舞台更绚烂 歌曲更动听 选手更可爱 梦想更独特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这么想跟他在一块 那我就用了一个暗示笑容 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会走 都被我深深的折服了 谢谢 开门大吉 欢迎来到 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吉 一档临门槛参与游戏互动 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 一支游戏节目 我是尼格迈提 欢迎各位 在我这里 你不需要能歌上 你也不用死经被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暗响门铃 打开大门 惊喜和快乐 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 来 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 加加油吧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 会员桃果肉 糖喝气色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会员果汁 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吉 我们常常说 男人就要像山一样伟岸 男人就要像山一样的强壮 接下来这一位 他是我们后男人的代表 掌声有请 乔延上场 您好 欢迎你 乔延老师好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 我叫乔延 今年30岁来自北京 干嘛的 我是做公关活动的 公关活动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准备继续去进修我的专业 而且这是最好的专业 我觉得 最好的专业 是 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 最好的专业应该就差不多是我干的这个专业 波音员 波音员 对 我其实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还是我的专业比较好 我的专业好 我的专业好 我的好 我的好 你还想不想要家庭梦想 你的好 好 行一会看看你那专业到底有多好 你这个专业叫做 心理学 心理学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好 桥远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来吧 开始闯关 好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桥远 听出来了 我应该已经知道了 桥远 桥大哥 桥帮主 别客气 我知道您武功盖世 但是我们那个门比较脆弱 您刚才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门都在晃 下手不要太重好不好 好嘞 这门挺贵的 啥哥 听出来了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很犀利 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的小提琴首 叶飞 用小提琴给我们演奏出了这首 你的眼神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好了桥远 谢谢你 没有一巴掌把我拍飞带在地啊 好了 那我们就再接再厉第二首歌 我看你好像挺淡定的今天 没什么压力啊 因为已经见到小妮老师了嘛 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已经大功告成了是吧 没错 来吧 第二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 仔细听 15秒 不用听完了 一天到晚 哎呀 这还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确定吗 我确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到底真正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鸡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 鱼不停泳 一天到晚像你的人的爱不停泳 从来不停泳 从来不想回头 就像鱼 就像鱼 就像鱼耳水的理由 永远不会问结果 他们知道爱情没经过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 云不停泳 一天到晚像你的人的爱不停泳 一天到晚像你的人的爱不停泳 谢谢罗耀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展示送给他 谢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 星星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如果把自己比作鱼 你觉得你是什么鱼 肯定是胖头鱼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 像你这种体格掉水里是不是就浮起来了 我一下天那半池的水就没了 所以也淹不着了 对 挺好 你在生活当中也是不是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讨朋友喜欢的一个人 应该是吧 因为朋友在我身边就不太会寂寞 亲友团来了吗 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好不好 来 连线第二现场 马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小妮你知道吧 你站在桥岩身边 显得你特别的苗条 真的 你也好苗条 想可以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桥岩的大学同学 大为郭佳 你们找朋友是按照体型来的吗 真是 我们号称三胖 他在大学的时候 体型就这么陪我 瘦了 你是大学瘦了还是现在瘦了 衣服瘦了 最近衣服越来越瘦了 桥岩衣服瘦了 换大号的 大家不知道 这两位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 唱歌特别棒 你们俩是卖爸是吧 没有 我们在卖爸没有桥岩卖爸 就是 就是 桥岩的歌唱的特别棒 是的 那今儿看来没问题 没问题 必须没问题 咱有没有给桥岩加油的口号 什么的 一二三 桥岩 桥岩 惊喜连连 惊喜连连 惊喜连连了都 谢谢 请友团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他们刚才说你唱歌唱特别好 还好吧 我唱刘昏老师的歌 其实还可以 真假的 还可以 来两句 来两句 来吧 谢谢 今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 在我离开他的时候 就到这吧 动作也很到位很传神 接下来有机会再给我们露两嗓好不好 好 对了 你媳妇怎么没来啊 你媳妇是什么体格 我媳妇 嗯 不到一米六 嗯 不到八十斤 不到一米六 不到八十斤 对 还是很瘦的 特别的纤细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金 准备好了咱就走了 好 来吧 请按响 满礼 我有一点不太确定 但是好像是 我 应该是我 你 我 应该是我 你 我 歌名叫做 我 谁的歌 张国荣老师 能唱两句吗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哎 我发现就是稍微胖一点人 他那个唱歌的时候 会有一种共鸣 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们 这个胖有关系吗 天 天然大音箱 音箱 是吧 张国荣的 应该是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起 特别喜欢这首歌 快乐是你 快乐的方式不遮一种 最荣幸是 谁都是造物着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护 不用分我 纠缠着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调味开出一种折磨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身放的赤裸裸 麥鸣 请你 呢 我 也就是我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各自其职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了别人的梦想 也为自己的梦想在奋斗中 我想问问你 你刚才说你的职业是 公关活动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酷爱唱歌的 是 那你会有机会走到舞台上去唱歌吗 有 就是比如说像我装台的时候 然后趁着还没开始 比如说你搞一个活动 装台的时候 对 然后先试着音 先过过瘾 过瘾 我觉得心理学没机会唱歌 学播音主持 那是大把的机会 对 这机会你就可以露两手 对不对 非得觉得播音主持是最好的专业 它是这样 其实心理学会应用在生活里面 很多的领域 比如像我的工作里面 就能应用到心理学的东西 因为我会跟很多的客户去沟通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效应 然后还有一些它的小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去帮助我的工作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效应 叫登门槛效应 登门槛 也叫得寸进尺效应 就是我们在卖给客户东西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的给他灌输很多很多的东西去卖给他 那一点一点的卖 那就是说勾搭着他 再慢慢的多买你的东西 这样他慢慢的会好接受 这个就叫得寸进尺效应 哦明白了 我们的钱就是这样被你们骗走了 这个不行 这不能叫骗 再比如说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想去探听他的那些那些想法 要喝 比如说我问 这个张总 您这个东西觉得二十万贵吗 在他回答的同时 他会有一些表情在出卖他 哦 一个小动作 比如说他的眼睛 你看他眼睛啊 如果正常人说的话 比较大可能性是这样的 就是 对 这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他的眼睛 如果是这样的 对啊 就是他的眼睛往左侧会去看一下的话 就是他在思索 在构思他的语言 他有机会再说谎话 好可怕呀 读心术啊 有点那意思啊 有一点点 一会你要是答不上来哪道题 你不会观察我的眼神吗 眼睛这么小 我看不见 我眼睛很小啊 咱俩比一比得了啊 行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会儿可以多多的切磋一下 我也学习学习心理学 其实心理学 它真的运用的范畴非常广 各行各业 甚至包括你做主持人的时候 更加需要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一些技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走好不好 好 目前已经积累了三千元 接下来第四扇门 是五千元 请按响门铃 给大家加油吧 调言 听出来了吗 是李宗盛老师的一首歌 而且这个歌好像还挺悲凉的 什么歌叫 我是真的爱你 确定吗 我是真的爱你 我确定 我也爱所有的 是吧 你确定了 再重复一下你的答案 我是真的爱你 一个字都不能差 确定吗 这歌是叫这歌 这歌是叫这 是这名吧 我真的爱你好像 是 没错 我是真的爱你 是 到底对不对 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许 许 许 吓我 曾经自己 像扶贫 一样无疑 对爱情 莫名的恐惧 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 我诸书记忆 人群中独自美丽 你仿佛有一种魔力 但可我竟然无法言语 从此为爱受委屈 不能再多闭 是你成为我身影中最美的基地 天地的言语 能不能说也说你 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谢谢刘燕 所以我们带来这首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恭喜你 我们节目也真的爱你 你的家庭目的小鸡鸡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谢谢 刚才一直在说心理学好 我在说波音主持这个专业好 波音主持对谈恋爱来说 还是比较占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波音主持的男孩子 他首先我们声音就非常好 有磁性 再加上后天的学习和培训 你在表白的时候 我们的优势就凸显 真的 你听我说嘛 你别吐 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希望对他说 我爱你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 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恭喜你们都会抢杂了 一万年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我这要给你来这 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 没关系 这个咱宁肯战死 不能吓死 对吧 吓死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电影的机会 怎么办呢 我肯定会觉得那个男孩 那个女孩说我爱你 您别客气 如果非要在这段感情上面 加一个期限 那一定是一万年 够能活的 也还行 也还行 你们说 女孩子一般会被谁的版本打动 女孩子 女生指我一下 快点快点 指我 我也爱你 那个小朋友 你好可爱 你看到没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都被我深深的折服了 你服不服 这个还真是 你说说你用心理学的招数 能不能谈恋爱 心理学的这个效应呢 去 在恋爱当中 会有一些帮助 哎 教教我 这个怎么有兴趣呢 快点说 对 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发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孩 哎 干嘛呢 经常会有吧 没话搭了话吗 你干嘛呢 他们都是群发干嘛 群发 对 就是如果他要是说 家呢 在家 像这种回答 两个字 三个字 而且很正式的 基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发了 为啥 因为他没有 趋于跟你沟通联系的这种意愿 如果要是 哎呀 在家呢 睡觉呢 哎 就是他 喜欢把私密的东西 跟你去分享 有戏了 就有希望 哎 这有意思 哎 我一般给人发信息 干嘛呢 人都回我四个字 什么 呵呵 呵呵 还不如那在家呢 对 咱们懂得一下这个事啊 比如咱们两个认识一年多了 你想看看你有没有希望 然后去搜索关键字 比如搜索一些伪音 伪坠音 比如像 哇 呢 嗯 啊 这种字的频率越高 你的希望就越大 哎 哎 我也有一个字经常别人给我发 什么 嗯 哦 管用吗 嗯不能送 那个那个已经阻挡了 我说啥都说 嗯 嗯 你用是吗 不行了 对 看来这心理学还真管点用啊 你当年追老婆是不是也这样 确实用了一些 我媳妇是我这个初中同学 过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又找到她 就特别想跟她在一块 嗯 那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效应 暗示效应 怎么暗示 我连续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去他们家 只跟她说一句话 嗯 你看 十年了 我又找到了你 这不是我的意愿 嗯 是命运 让我们在一起 哦 就给她心理上 种植这个念 对 种植 结果每 结果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就她也这么认为了 哦 我们就顺利的在一起 明白了 嗯 把她说晕了 是 说明心理学不管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它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不是说让你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达到某一种目的 而是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可以让它使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其实它很有意思 没错 很有意思 好好地研究一下 但我们在这儿继续要研究的是我们这门怎么开 第五扇门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到不走 继续 继续前进 继续 来吧 请按响 门铃 这个歌好熟啊 看我眼睛啊 看得出来吗 这歌我太熟了 但是个名字 想不出来 真不知道 我只能求助亲和他 来吧 该你们上场了 连线第二现场 哎呀 乔远 你这个 我们我要回答对了 你想好怎么报答我们了吗 一会儿这个下了节目 咱们就去吃饭 咱们这身材还吃呢 还吃 那就去游游 运动运动 好嘞 那咱还干什么吧 自由 张正月自由 自由 张正月的自由 那我们就 试试 只能听他们的 亲友团能不能帮到他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请 我没有关系 你可以叫做 每次离开这里 一切好安静 我只是想把车数 好好压抑 到底谁会 先说再见 我知道我一定 你不信 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 爱我 说爱我 说爱我 难道你不再爱我 我的泪 滴下来 你从来不全看过 问什么 问什么 还是让人变沉重 没有人 告诉我 原来不是 我想想 不要 未来 你已经只有了 我也已经只有了 谢谢 谢谢阿如给我们带来这首张正月的自由 恭喜你家庭梦想 今天我积累到了一万元 第六扇门 一万五千元 要不要闯 我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考虑一下 对 因为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彻底放松的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有啊 什么 所以人要想放松的话 像我啊 就唱歌 唱歌 对 行 那你唱两句 但是是这样啊 我有一个请求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十年前 就登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什么节目 非常六加一 当时是歌手的身份 是 所以我每次看见 有人站在舞台上唱歌 其实我都特别的羡慕 因为可能舞台对我来讲 可能是一个梦想 然后这个梦想 我当然没有为了他去付出我的青春 因为可能我没有那么好 散音条件啊 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这个梦一直在我心里 所以今天我又一个机缘巧合 站在了开门大吉的舞台上 所以我恳请小妮 让我站在那儿唱一次 好吗 这我说了不算数 观众觉得呢 好 给他一个机会 好不好 让他再次站在舞台的中心 挥洒他的青春 来 舞台属于你 谢谢 谢谢大家 为大家唱一首离不开你 谢谢大家 掌声送给他 你唱开怀抱 融化了我 你青年之间 揉碎了我 你舞动风雨 占预碎了我 你掀起波浪 抛弃了我 我那太不公平 爱和恨全由你操纵 做 suf 可今天 都现在 我已经离不开你 我已离不开你 我已离不开你 我管你 爱不爱我 无聊 太不公平 爱的恨 却有你操纵 可今天 我已离不开你 不管你 爱 爱我 谢谢大家 我虽然没有看过当年的《非诚六加一》 你那一期节目 但是我依稀仿佛看到了十年前你的影子 不知道跟现在的差距有多大 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的样子 我能想象得出来 现在乔妍已经泪流满面了 一个大乔伙子 不好意思 我们非常感谢你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在我们的舞台上 感觉怎么样 真的 晓妍我特别感谢你 真的 我不好意思 就是你至少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点 这个点在心里埋藏着 那当每次你触碰它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无限的能量和无限的回忆 所以当我又能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发现这十年可能是一个轮回 可能我的样子跟时间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又把我的歌声唱给了所有的人听 所以我特别高兴 有时候我们会搁置我们的梦想 去走一条现实的路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梦想被我们放弃 当有一天我们重新站在梦想的舞台的时候 好像那一切又回来了 你今天不要感谢我 你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键盘老师大周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如此精彩的伴奏 我们的音频老师 刚才你唱歌的时候给你那么完美的回响 我们的灯光老师 摄像老师 还有观众的掌声 这是一个梦想华丽丽的实现在你面前的过程 是 感谢你 谢谢大家 好了 接下来 是见好就收 还是继续前进 我想不用了 真的 把我的学业继续进修 那我想也差不多够了 那你的决定是 我决定是 见好就收 确定吗 确定 好吧 那掌声送给他 谢谢 尊重你的决定 谢谢乔妍来到我们的开门大集 让我的心里说实话 现在也是满满当当的 我收获也很大 祝贺你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常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问候你的爱人 工作辛苦了 谢谢小宁 问候你的梦想 好久不见了 加油 谢谢 谢谢 会员桃果汁开门大集 梦想友们开门大集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会员桃汁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集 我们现场的每位观众 都会得到由会员桃汁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盒一份 谢谢大家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啊 可能很多的观众 看来都会觉得特别眼熟 不认识他的人呢 也会觉得他特别有亲和力 让我们掌声欢迎 阿尼亚上场 欢迎阿尼亚 你好 哎呀 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个 娇羞的中国媳妇了 尤其是今天的这一身 特别漂亮 来吧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阿尼亚 来自哪一个国家 我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猜一下 我给大家唱一段歌 希望你们能知道 我从来来的 好的 唱吧 哪个国家啊 谁捣乱说墨西哥 俄罗斯 对不对 对 回答正确了 对 我看到你就 我来自俄罗斯的 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俄罗斯的一道阳光 特别的开心 面积也很大 啊 面积也很大 名气也很大 面积 面积 你看俄罗斯那么大 你的面积有多大 跟俄罗斯一样大 是吧 好的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家庭梦想 我希望带我的老爷重游大连 重游 带老爷重游大连 对 为什么是重游呢 呃 这点故事我一会儿给你讲 还卖个观 行吗 安妮亚 祝你梦想成真 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 大 请 来 如果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有可能获得由 长河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先试一试 好不好 开低下门 来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来给安妮亚加加油吧 好像我知道 你知道啊 对呀 这首歌我特别爱听 嗯 他对我有点关系 这歌还跟你有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叫 女人花 为什么对我有关系 我是谁 你是女人啊 我是女人 跟女人都有点关系啊 你确定吗 我也是 确定 我觉得从大家的掌声当中 我们也听出来了 好像这答案挺靠谱的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我们这首是你熟吗 看过我们节目吧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请 请 打赏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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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厌 对 到底是不是让我们期待开门大集 我之前熟悉的感动 爱就要苏醒 幻视苍苍未有爱是勇敢的生活 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真爱的相约 几分不同的酒店 多少黑夜挣扎 紧握双手 让我和你 三年不离开 哎呀 我太喜欢韩红了 谢谢孙丹 喜欢韩红啊 我特别特别喜欢 你等着 别走 招啥急啊 你真的特别喜欢 我特别特别喜欢 真的 韩红的歌你都会唱吗 不是全都会唱 但是有好几首都会唱的 我相信观众肯定特别想听他唱歌啊 你真的会唱韩红的歌吗 会唱 这可是模仿韩红的专业货啊 你能不能跟他标一下歌啊 想想 要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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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就只是一首歌的名字叫来吧 来吧 要不料吧 来吧 上舞台上 来来来来 我们掌声送给阿妮啊 来吧 两个人标一下歌啊 其实小妮哥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在国外还有一个姐姐 那个孙丹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今天第一次感觉你好瘦啊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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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舞蹈 什么烦恼 可以叫我打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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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想要 歌声有哑 神情哑哑 来吧 来吧 我 来吧 来吧 好棒 谢谢 我费了你 我轻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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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友团今天来的吗 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 给你壮壮胆 来 谢谢 你们好 你好 小妮 好少年 老师姑娘 来北京 动情歌唱唱中华 阿妮洋言 送祝福 开门大吉 好 有70 他们都是阿尼亚的粉丝 而且听说也是从很远的地方今天才感到 好像听说你们俩是一伙的 他俩一伙的 他俩 我一伙的 他自己是一伙的 而且你们俩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皇家 阿尼亚皇家粉丝团 皇家粉丝团 为什么叫皇家 这个里面这个皇跟那个皇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两个都姓皇 所以你是皇家粉丝团 是姓皇的皇 你真够可以的你了 那你呢 我跟阿尼亚是好朋友 都在一起录过节目 然后听说他要录这个节目 我就今天早上从陕西过来的 那接下来就看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阿尼亚你的了 听有伙太棒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吧 第三扇门已经在等你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门铃 吉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点难 但是感觉很熟悉的 你可以试试唱一下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确定吗 确定 到底是不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7岁初恋第一次约会 男孩为了他彻夜派对 半年的积蓄 买了满条泥腿 我唱着他心醉 我唱着他心碎 闪念着感情 一放心就要收回 他记得月台起地 声声在吹 不过我的歌 被扯人们流泪 嘿嘿嘿 被人们流泪 谢谢华迪哥 我们带来这首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恭喜阿尼亚 家庭梦想基金 积累到了三千元 耶 阿尼亚轻而易举地 把我们的第三扇门的歌 拆对了 刚才她试着唱了 轻唱了几句寒红的歌 我觉得你唱流行 但你唱歌好像 还能带出一点美声的味 你到底是学什么唱法的 我原来还是学美声的唱法 你最早是学美声 最早就学美声 能够我们来一段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来我们试着唱几句 我唱几句 大家可能是很熟悉的一首歌 但是我一说 如果我说名字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知道 什么 我说了没有 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 我收了没有 我收了没有 我最近有点胖了 但是我一开始唱 你们就觉得 哎呀 我们怎么不知道 因为这首歌一说美声 我们中国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首歌 你唱吧 我唱的歌 我唱的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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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下门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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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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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